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样的人生历练才能写出这样的歌 夜深人静时听着李宗生的山丘 总是会让许多人感慨万分 不自量力的还手 痴痴的放羞 越过山丘 虽然一白路头 喋喋不休 是我一个害愁 还未如愿见照不朽 就把自己先搞掉 人生中的山丘一座又一座 一首歌却能倒尽量的沧桑无奈 这样的功力大概也只有李宗生才有 这是人生的一个体验 以前都是写一首歌 去追谁 去给谁 去什么这样 这首歌我觉得是 我写在很多人的人生的前面 就是说所有年轻的人 你们在一生当中 一定会有一天 听到这个歌是明白的 充满情感与厚度的作品 让这首歌在金曲奖 一连夺下最佳年度歌曲 最佳作词等大奖 更在在证明了 55岁的音乐教父 报到未老 一出场就掀起高潮 李宗生的魅力 只要听过歌的人就知道 出道三十多年 有人称他为音乐教父 情歌大师 也有人封他为百万制作人 凡是他制作的歌 首首经典张张大卖 许多人更是听他的音乐长大的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吻不苦一刻不得见 我再也不遇见你在身边里 最不愿别的爱人 天使你的不美 你哪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李宗生最大的厉害就是 当他写出一个经典的歌词的时候 每一个人去看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好像是我有点关系 好像我周遭和朋友 也有一种一样的情况 无论生活还是情感 他的作品总能让人心有栖栖烟 有人形容李宗生的歌就像洋葱 外表频繁 一层层拨开后 却能熏的人眼泪直流 尤其针对不同歌手 他还能替对方量身定座 是一只小小小小小的 只要你又没 你也飞不高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 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如果那时候没有薛小琪唱架 这个歌的力道不会这么强 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我常常必须去揣摩一个歌手 揣摩一个情境 所以你一定要同理心 比如说我做陈淑华专辑 怎么样去描述一个 受过良好教育的都会女子的 心理状态 她会花很多的时间 很单独 很秘密地 跟艺人沟通聊天 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聊 然后她就会产生她的创务 然后几乎出来的每一首歌 每一首音乐都会让我们惊艳 但也并非每首歌 都是和艺人谈完心后的 呕心沥血之作 像是周华健的招牌歌曲 就是在厕所写出来的 爱到尽头 覆水难生 爱悠悠 恨悠悠 我出差在香港 对 那时候正在跟我的第一任老婆 拍拖的时候 朱卫英小姐 多甜蜜 多甜蜜啊 就接到一通电话 周华健先生打来 对 就说写不出来 人家已经睡在床上了 我怎么办 要写歌词 我就带着我的walkman 搬了一个凳子 搬到厕所里面 所以我一开始根本乱写 好 乱写 你看这歌词 前四句多怂啊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爱悠悠 恨悠悠 怂啊 怂啊 这次有没有怂 你伤人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 你渴望一分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 为什么甜蜜的梦 容你心 除了写歌 李宗生另一个专长 则是发掘新人 像是梁静茹 光良 品惯 就是被他在马来西亚象中 带来台湾发展 就连摇滚天团五月天 也是十多年前 把视听带送到滚石唱片 被李宗生听到后 这群师大富中的毛小子 才有今天 我觉得很好听啊 很棒啊 为什么会吸气啊 一些细节我都知道了 上面怎么做的 上面怎么做的 对不对 可能做到这样子 不简单的已经 一切都是因为你的 在某一个时段 给我很多人教导 谢谢你 好 加油 不敢当 不敢当 你不帮你下来 当然 只是你一定很难想象 这位在歌坛 举足轻重的大师 年轻时 根本对音乐一窍不通 而且还是个扛瓦斯的 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 在海北证实 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 以前我的父亲要望 在家里帮忙送瓦斯 家住北投的李宗胜 家里是开瓦斯行的 念书时不但功课很差 对音乐也毫无涉猎 直到某天隔壁的邻居陈明璋 教他弹了一个吉他和弦后 才启蒙了李宗胜的音乐之路 没有啦 我只有叫他抖雷鸭花摔鱼 都而已啦 我没有叫他后面的 后面是他自己玩出来的 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 在新社区的电线感受 帮着电话的摆索 我不允许抗着瓦斯 中国抽菲素的夜神 前这个是边抗瓦斯 对 边抗瓦斯 但他很合理是不是 对 其他还跟我借 因为没有钱卖 对 也许你快要时期 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 也许你终时时期 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 那一年李宗胜正要时期 一头栽进吉他后 让他对音乐产生兴趣 还报考了一专 没想到考了两次统统落榜 因为当时他连五线谱都不会看 我走出这个考场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不服气的 我那时候才十几岁 我真的觉得我蛮有天分的 我觉得我节奏感也很好 我觉得我的乐感很好 我觉得心里会堵烂 会粗啊 就是说我一定要干最好 感觉是我一定要走音乐这条路 因为我觉得我很有天分 因为不服输 上了五专后的李宗胜 继续玩音乐 还跟同学一起组成木吉他合唱团 后来因为比赛得奖 有机会进入唱片圈制作音乐 没想到第一张就红了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 小雨来的真实时候 冲淡我对你的思念 您可以说他运气好 也可以说他有实力 李宗胜从那时候 开始平步青云 捧活了无数大牌 也让他当时才二十多岁 就被人尊称为大哥 直到三十五岁那一年 正当事业达到高峰 李宗胜却突然选择了 急流勇退 我已经累了 我需要离开这舞台 身为一个音乐人 我的人生的下一个 下一个篇章 我要做什么 我还是继续写歌吗 制作吗 唱片很红吗 所以我在三十五岁那一年 决定说 回到这音乐的起点 就回到我跟 我是怎么来的 今天的李宗胜是怎么来的 今天李宗胜都是因为 一把吉他而来的 想说却还没说的 还很多 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 跑去加拿大沉淀两年 回国后的李宗胜 离开了唱片公司 并成立了吉他工作室 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在制作吉他 教人弹琴 这时候的李宗胜 已经不再替别人制作音乐 更不在乎市场销售 李宗胜一定不能 持续写那首歌 每一个年代都有 他的音乐的面貌 可是李宗胜怎么样 把他对音乐上面的热情 继续延续 就是我来做领导 我做过 你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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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位音乐老顽头 哪有不唱的道理 2008年 他和罗大佑 周华健 张振月 组成了纵观线乐团 付出发片 横跨了老中青三代的组合 轰动一时 虽然两年后宣布解散 但李宗胜对音乐的热爱 从没退烧 持续制作吉他 创作音乐 尽管他不再替别人写歌 制作专辑 但过去的每首歌 无论何时再听 依旧经典 就为音乐教父 可是越老 越有味道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岁月老 虽然亲爱总是让人烦恼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 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